切的木瓜,姐妹,哇,入到之后就觉得好丝滑呀,把这两分给切一下 这种红鲜的牛奶木瓜 切开之后这木瓜的香味特别的浓郁 很软糯,特别好啊 哇,感觉入口就化了的感觉 水分特别多,有一点怪味都没有 很软糯 吃过它,真的姐妹,你绝对不会再说木瓜不好吃了 它是一款厚烛型水果,姐妹,收到了之后呢 如果有点绿的话,你就放在暖一点的地方放两天 它黄了之后你摸着,有时手感有点软了就可以吃了 皮儿特别薄 而且经常吃木瓜对我们身体也非常好 如果你不喜欢像我这样直接吃的话,你可以用它泡酸奶泡牛奶 煮着吃也行,就煮的时候你都不用放糖了,因为它真的很甜 谢谢大家 挖着的超级推荐